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韦坤直播时广告多得永远都看不到脸 我文能一人胜天 武能冷对万夫 百万游客中直取雨轩的二蛋 犹如探囊取物那么简单 最后李先生用了整整七夜的时间 在我后背赐了四个大字 生日快乐 我坐的是一座五百多平米的花满楼 楼顶上供着一座水观音 楼前面是一片茂密的一林 林子里面有一只壮壮的零售 它叫做雅虎 它每顿能吃四五六斤的田幼 楼后是一座美丽的王小园 赵桥磊生在园子里忙碌的挣着蘑菇和青菜 这时独富六大美人走了过来 很文静的伸出了龙小手 一个神话给我摘了一朵小缝鞋 我用二十四K小镜哥打造了水塘 有一只歪歪鱼在快乐里游来游去 微凉的夜无道上 又亮起了几盏一灯 宝哥无聊的听着夜曲 喝着小粥 看着天书 打发时间 突然拳往YC外带着一股暴徒的气息 魅女而来 只见了嘴里吃的狗 盛肯着骨头 手上拎着棒子 捡着二驴 骑着语音萝卜后背闻了一条李黑龙 嘴上喊着光着语言 就在这时 小悠哈的哥哥利哥 一个无情的大嘴巴子 打在我的左耳上 把我从梦中打起 大家好 我就是会唱歌 会喊卖 会颠炒 会炒菜 语言盖炸了 帅人送卖好伴人 我就是骑着三轮喊黑帕 第一领队传家话 城管大队拎起搞霸 三千黑坟闯天下 完了 介绍完毕 开个场 入个场 有点有点有些好优优者 有点大臣 写底下 manipulate判断